季節氣候這個變化 我相信對很多人都有 會影響到 譬如說會影響我們的人的 我們的生理心理跟我們情緒 那我是很會受季節啊 氣候這整個影響到的 我是很容易受影響的 那再加上紐約這個地方 它有非常非常強大的一種 一種能量在裡面 但是它又是一個非常四季分明的城市 那我覺得這兩者的組合 對我的創作其實帶來相當相當多的靈感 譬如像我們這次展覽裡面的 平行時空裡面遇見愛 還有當落葉幻化成花朵 秋天就成就了它第二春 這都是一種人在一個 那個季節裡面 還有跟空間跟時間 他們產生的一些交流吧 或產生一些變化 那出來的一個組合 所以我做了很多件 很多件類似的作品 那尤其在都市裡面 如果產生這些氣候啊 溫度啊 各方面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那些組合起來 它對我個人來講 是非常有一種創作能量在裡面 是一個世界的一種創作能量 是一個最新的創作能力的